吉安乡立幼儿园的开学第一天 除了积极启动多重的校园防疫工作 也特别举办了迎牛穿越聪明们的活动 拱门巷挂着洋葱 青葱 苹果 还有乖乖 乡长游淑珍也发送元宵节 牛连灯笼 希望小朋友心得一点要乖巧听话平平安安 今天是我们的开学第几天 第一天 第一天对不对 有没有很开心 开学首日有没有哭 因为疫情影响 延后开学的吉安乡立幼儿园 上学首日在校门口一一迎接小朋友 同样做好校园防疫工作 今年吉安乡幼将新增两位老师协助授课 随后小朋友也向老师们到早安一起做收心操 并以应景牛年歌舞为上学首日注入活力 没有哭过很开心有跟老师说 Go Morning 早安 来学校的小朋友请聚收 做好防疫工作也是我们在今天最主要的重点工作 希望小朋友能够开开心心的上学 今天是我们开学的创意让我们小朋友能够乖乖平安又聪明 参与我们迎接新牛年第一天的开学日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健康平安 吉安相公所择武旁贷 来照顾好我们每一个吉安相托的孩子们 跟我们所有适性移居在吉安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希望建设到每一个氛围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有最好的照顾跟最适性的防护工作 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而幼儿园也举办营牛穿越聪明门活动 狗门上挂着洋葱青葱苹果以及乖乖 乡长游淑珍和园长赖花美一起带小朋友穿越 并发放吉安相入选台湾经典小镇的火力牛灯笼和乖乖 希望小朋友新的一年要听爸爸妈妈老师的话 平平安安越来越乖巧聪明 吉安相托 借着掌帮演吉安相报导